中国大陆该怎么办 俄罗斯又该如何应对 因为现在联手起来了 来请看 国际重要大事情 这场的中美大战 从川普打到拜登 从贸易打到了人权问题 拜登冒上了中国跟俄罗斯 纽约时报报导说 现在处在一个中美竞争新军 而且是以科技网络影响力 为三个主要的权力方向 站在征战的方向 当然欧盟也制裁中国大陆 这可是欧盟32年来 头一招乌大哥请上来 欧盟加上美国加上英国跟加拿大 联手针对中国大陆 欺负新疆人权的这个问题 制裁中国 但话说管来 中国大陆也不是省油的灯 中俄计划联手对抗美国 摆脱美元的结算 企业先遭殃了 特斯拉在中国大陆遭进来 你看特斯拉的股价 天哪 您看先遭殃 企业先倒霉 回到刚刚的沿途 欧盟大哥您怎么看 现在的国际新战局 好 在我开始讲之前 我先提供一个原则 给观众朋友们 让你假想 如果你今天是拜登 如果你是某一个 大国的国家领导人 你最关心的有三项事情 你每天都在权衡这三项厉害 第一个是国家安全 第二是人民的福祉 就是经济利益 通常我们也讲经贸利益 要跟外国做生意 第三项叫做你的价值体系 或者意识形态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国家安全 如果国家不安全完蛋了 那就不用谈了 对不对 但国家很安全 现在北朝鲜也很安全 但是人民生活很糟糕 这样也不行 可是如果你只为了意识形态 像某些中东国家 只为了意识形态 天天跟人家打仗 好像也不好 这三个要权衡轻重 那这里刚刚前面 您已经提到 拜登卯上中俄 对不对 那俄国现在什么状况呢 俄国呢 经济的实力 现在大概 今年的IMF 我刚刚查过 大概只到11名 去年是11名 而且去年韩国 把他超过 今年韩国要超过他 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俄国已经不是一个 世界上的所谓的大国 我们这里先看 国际政治呢 讲的就是大国政治 大国指的就是强国 那什么强呢 凭着实力说话 那实力里面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军事 第二个经济 第三个就是 我研究的主要范畴 就是技术 或者叫科技 那现在俄罗斯呢 这个经济时代是11名 已经不是大国系列了 所以这里面的玩家呢 就players 或者所谓的能够参与的大国呢 就只剩下美国 中国 还有欧盟 欧盟虽然不是一个 单一的国家 但是我们在国际关系上 把它当成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体 有27个国家 本来28个嘛 英国退出了 所以现在27个国家 那这三个玩家呢 就形成了一个大三角 国际的这个大三角 过去在这个冷战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讲说中美俄大三角 现在我们看起来中美欧 而且欧洲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也不是完全听美国的 是被川普欺负了四年 所以欧洲人也说 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呢 所以就要看到这样子一个形式 但是我们也不要看到说 他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两大阵营 这个阵营这个资在我们国际关系 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就是川普这两天 对不起拜登这两天在讲说 我们要结合我们的盟友 那就结合成阵营 现在这个阵营其实还没有完全形成 如果完全形成 那就回复到过去冷战时代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就壁垒分明 对我们彼此也不做生意 是最麻烦的事情 我们现在为什么觉得过去冷战 看起来还不会完全发生 是因为从这个苏联垮台之后 全世界经济这个全球化的情况很严重 不能讲严重 应该说互相依赖很严重 所以经济的互相融合很深入 所以如果要真的化的壁垒分明 这不是太容易 是叫做经济脱钩 不太容易做到 那因此我们讲两大阵营 需要稍微小心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美国队 或者中国队 其实还没有完成形成两大阵营 如果完全形成两大阵营 那就进入新冷战的状态了 是 包括哪些国家 是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队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我列了 有美国 你刚刚提到加拿大 对不对 然后有欧盟 有英国 这里还有日韩 那另外澳纽跟台湾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重新排列组合一下 我们发觉 我记得节目当中有提过 五眼联盟对不对 是啊 你看美国跟加拿大 北美的这两个国家 另外加上原来就英国 还有澳纽 这就是五眼联盟 这五个国家有什么共同处 都是安格鲁撒克逊的 原来是英美的国家衍生出来 那日韩是什么样一个存在呢 日韩是美国 在东亚围堵过去的共产世界的最前沿 而且日韩 我们看讲国家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 我们台湾自己好像不是国家 他们难过 其实不要太难过 日韩也很难过 日韩还有美军驻扎在那里 讲难听一点 日韩的国防部长 恐怕他们都没有办法自己发动战争 还比不上我们的国防部长 因为他要美军来决定才可以 我们的飞机也可以飞出去 是啊 所以说日韩呢 你说正常国家 有些日本人 日本学者也跟我们讲说 我们也不算正常国家 我们有日本 我们有美国军队驻扎在我们国家之内 对不对 所以日韩这两个是 美国在围堵这个所谓的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或共产世界 现在当然主要是中国大陆的最前沿 就你对 你前两天你节目也特别讲到第一岛链 我也看了 对不对 那第一岛链里面呢 台湾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台湾是在第一岛链里面 最重要的战略位置 那一个小的国家 或者小的政治体 它之所以会被大国重视 是因为大国觉得 你这个小国的战略地位很重要 所以我们需要你帮忙 台湾就是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你有很棒的天然资源 对不对 譬如像 像我很熟悉的蒙古 蒙古人口只有三百多万而已 可是蒙古在化学元素表上 所有的元素 它全部都有 所以它有很好的自然资源 可能大国也会重视它 第三个呢 技术 这个国家有一个很棒的技术 居然能够做出很好的产品来 台积电 半导体 所以台湾今天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个缘故 我们两个因素 一个关键的地理位置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技术 是赢的 对还有市场 那像印尼是全世界 第四大人口的国家 它虽然不强 可是它市场还蛮大 等等 那中国队呢 所以现在就麻烦了 中国队呢 也不是麻烦了 就我们来比照一下 中国队当然有中跟俄 那我们特别提到俄国 对不对 但另外还有伊朗跟朝鲜 这里面还有点点点 我们有写 为什么呢 譬如说非洲 中国大陆在非洲 经营的非常久 不是最近这几十年 他们经营记起来的时候 在中国刚刚所谓的 新中国建国的时候 他们对第三世界国家 其实就经营得非常久 所以非洲对中国 其实关系是很好的 所以最终的重点 就要告诉大家 刚刚吴大哥有说 两个阵营已经约略成型了 后续要再观察 但话说回来第二夜楼 中国俄罗斯 你以为他会傻傻 等在那给你打吗 不竟然 他们有些手段 他们的手段就是 中俄联手来 我们想要摆脱 这个美元结算 这点重要 那我们简单说 什么叫美元结算 就是买卖货品 用美元 最简单的讲法 就是我们用美元交割 是不是 假定今天你是瑞罕 俄罗斯石油大行 你卖石油给我 那我付人民币给你 收不收 以前是不收的 以前都用美元 现在我收了 你收人民币 对 那反过来讲 如果今天我卖很多的 我是中国 卖很多家电产品给你 你付卢布给我 我可能会有点犹豫 因为我拿到卢布 要去世界上 别的地方去买东西 我也有担心 很多地方不收 所以这个货币 是不是够强势 要看这个货币 能不能在各个国家 被接受 还有在很多国家 能买到产品 该货币 大家收跟不收 优关于 它在全球的总流通量 如果够 大家方便 他就愿意收 对 因为这个货币 现在已经是用 国家信用在后面支撑它 跟黄金已经脱钩了 所以我们想看 那中美 中俄联手 要抗美 想要摆脱美元 那这个我们要定义很清楚 其实不是完全取代美元 只是部分取代美元 而且要取代美元 不是像我们刚刚讲 你卖石油给我 我卖家庭给你 大家互相用人民币 就完了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还包括一些制度 技术上的东西 譬如大家很多人 熟悉的swift这个系统 这个w是world i是interbank 在全世界各个银行之间 要流通 要很多的 telecommunication 要电码要处理 如果这个系统 不能建立起来 你就说要把美元就摆脱 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这个倾向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已经出现其实很久了 很多小国家 都希望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美国的金融霸权 跟他报告 现在刚吴大哥说得好 全世界的货币总流通量 美元还是最多 可是美元的总流通量 走出来看有递减 被中国大陆人民币的份额 给拉高一些 虽然没办法取代 但是只要某些的大企业 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中央大陆一些的公司 就跟你说 我们用人民币来报价 人民币来进行结算 不要再用美元了 所以中国大陆已经在做 只是这么一点点成长 跟美元还是很大 这还是有待努力了 最后一张我们来看 那么新战局达到最后 这个新战局 讲到这个战 其实还只是竞争 强烈的竞争 还不到打仗 因为我们研究国际关系 最初衷就要避免战争 这还不是战争 这只是非常严厉的摩擦 那这里面有个特例 叫特斯拉 这个电动车 我上次来上节目的时候 提醒观众朋友们 要注意电动车这个产业 那我不能光束不练 我自己先注意这个新闻 所以这个新闻 其实有出现一段时间 并没有那么严重 我先讲答案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那担心情资被美国锁定 所以中国禁止军方 国企等人员 重要人员开特斯拉 进入了重要的区域 这是一个非常局部小的范围 并不是整个中国 通通都禁止 没有到那么严重 因为特斯拉 我认为它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公司 也抓了timing很好 它在前年 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他说我到上海去设大厂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2020年就去年 特斯拉在中国 最主要卖的车型是model 3 就模型3 模式3 那占中国电动车 整个市场百分之十二 就是八分之一 那去年中国电动车 一共卖了111万辆 那特斯拉卖了13.8万辆 所以占八分之一 那这个营收呢 是66.62亿美元 那占特斯拉在全球的营收 是21% 比去年的12% 增加了很多 代表中国大陆的市场 在特斯拉的营收 有大概五分之一强了 对 市场还有更有一个数字 这个66.62亿美元 比前年增加多少呢 增加了123% 换句话说 他19年到20年 大陆话讲 叫做翻一翻了 还多 所以这个市场 对他这么重要 所以这个新闻 特斯拉这个新闻 Elon Musk 他自己有出来回应 他说我不可能 他承认我缺手收集资讯 我缺手收集资讯 但是我真的没有 把这些资讯去交给 美国的行政单位 那在我来看 我做一个结论 像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智慧型的产品 跟国家安全 这两个概念的 一个内在矛盾 我们如果用任何的 新的智慧型产品 都希望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才能给你最好的服务 但吸收你的个人资料 收集你的个人资料之后 如果他把它交给国家 当然就会有 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类似因为 智慧型的产品 收集了个人各资 造成了国家安全的忧虑 这种事情 将来还会层出不充 绝对不止特斯拉 台湾怎么因应 那这样来看 当然是如果中美真的形成 我们刚刚讲 像新冷战的格局 两个阵营互相的 这个挤兑到这么情况 台湾当然会有机会 因为有些产业 中国做不下去 不能卖给美国 美国做不下去 不能卖给中国 我们可以取代它 市场也被我们取代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佛希 霍希福 所以胡希霍所福 所以这还是有风险在里面 不可能有一号 就两号 不太那么可能 就另外也有风险 而这个风险 同样来自于产业跟市场 因为我们如果被迫 选边站之后 可能我们有一些市场 进不去 过去台商说 全世界都是我的市场 现在变成说 我只能做中国 或者我只能做美国 注意这是政治风险 不是说我做两个规格 像我们过去 电压110 200人 我们各做一种 两个市场都能吃到 不是 政治风险就是你选边站 对不起 另外一个市场 你就不能进去了 都吃不到了 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 机会风险同时并存 感谢乌大哥 超级精彩 谢谢您请回座 今天听得很过瘾 先跟他说一下 真的 这会儿是拜登 美国总统 没想到对中国大陆的动作 还不输川普 所以全球竞争 迈入新局面 美 欧 英 家 联手制裁中国 而后盯着乌大哥 乌大哥提出来的几个角度面向 也就是现在是大国政治的角力战 普雷尔将是美国 中国跟欧盟 俄罗斯还没有到那么强 因为经济掉下来了 两大阵营 但就是美国队跟中国队 我们台湾现在被归类为美国队 当然大家真的还是在科技网路影响力 人权等等 因为新疆人权问题被凸显出来 乌大哥说得好 新疆人权的问题现在是个问题 但长远终究会解决的 他只是现在要吵的引爆点 第二章 但就要告诉大家 因为中国跟欧罗斯也不是省油的 现在中国大陆想办法让自己壮大 一个国家怎么壮大呢 让货币全球流动量越来越多 不就壮大了吗 大家都用人民币 都不要用美元 这是他们的Dream 他们的梦想 因此中国大陆已经在做了 可中国大陆除了在货币 拉财大的人民币地位之外 还有你对付我中国大陆企业 我对付你美国企业 首先首当其中的就是特斯拉 不过乌大哥说 这个没有那么样的严重 因为范围还是小范围 只是这些的人 小小的一群人 不能开特斯拉 可是特斯拉就算承认 我收集你一些的电话资料 因为毕竟我是电动车自驾车 我必须要有些的know how 所以智慧型产品跟国家安全 在内的这些的问题 产生了矛盾 不是只有中国 世界各国只要发展科技新品 都有这样个问题 台湾怎么办呢 台湾当然好的是 我们有机会 你今天不要中国大陆厂商 转单到台湾 这就是我们产业替代的机会 可是怎么办 以前不是全世界 global的全世界都是我的market 现在不是 如果我今天走的是美国阵营 中国大陆channel market 我是拿不到它的务得单的 所以这不就是风险吗 以上结论跟大家说 它在ING正在进行事 而后的发展分分秒秒都很重要 吴大哥结论正确吗 说得太好了 谢谢您进广告 回到现在之后 压走这一题 告诉您要给您很好的 华尔街正在热门讨论这个话题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 C SPAC 到底它是什么东西呢 华尔街为什么那么热门 有股价因为它飙涨 我们台湾会接触到吗 您该注意的风险呢 谢谢大家